诶 大家好 我是康杜苏妇 欢迎来到Blufus的世界 今天我们要来玩一个小游戏 在这个Blufus里面玩一个小游戏 就是捉迷藏游戏 耶 很简单 这个游戏非常简单 就是我当鬼 另外一位观众就去当人 我们的首要目标 就是要找到那个人 在现实的十分钟以内 如果十分钟以内没找到的话 我就要抽果实给他 但是我找到他的话 他就要抽果实给我 这个规则跟玩法非常简单 至于地点就在乌龟岛 要躲藏的人就藏在乌龟岛的某个地方 然后绝对不能开剑文社 因为开剑文社就是犯规 OK 那我们现在听说 收法哥要先当第一个试玩的人 好 我们就开始玩一下 这个捉迷藏游戏 大致上呢 我们已经跟收法哥讲完了 现在我们在海上城堡这边待着啊 等收法哥在乌龟岛那边躲好之后呢 我就要开始去找他了 绝对不能开剑文社啊 我这个录影纯正 绝对不会开剑文社的 好像有很多观众在耶 这样他躲的地方是不是不太妙啊 开始吧 OK 现在22点13 找到23 来了 寻找收法哥 可是说实在的 我们稍微计算一下啊 他这个躲的时间没有很长 也就是说他没有躲很远 现在这个 就是要猜一下这个收法哥的想法 想什么 要知道他想什么 我们才会知道他躲在哪里 如果我是收法哥的话 我会躲在 我会躲在这里 我会躲在乌龟的头上 简称龟 看一下啊 不会这个在这吧 应该没那么刚好吧 哎呀没有哎 完了完了 这边没有的话该怎么办啊 我记得还有一个很恶心的地方 我们这个乌龟岛还有一个很恶心的地方 我再去那边找一下 好像很多观众在这个 说法哥旁边 我现在只要 稍微瞄一下 有瞄到人的话 说法哥一定就在 嗯 这边没有 我去找一下那个地方好了 那个剑文社V2 的地方 那个 那个叫什么堡垒是不是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堡垒 来了堡垒 这个橘子堡垒 我就一个一个找啊 可是我觉得不会躲在这种地方哎 说法哥这个人应该是不会躲在这种地方 还有两个堡垒没看 哦 这两个也不算 我是真的绝对不会躲在这啊 呵呵呵 可是我还是要找干净才行 不 那个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对我们只怕万一 哎呀没有哎 这MPC耶 完蛋了我现在时间只剩7分钟 哎呦 有个观众在这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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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个观众在这 他暗示我吗 嗯 难道说 他躲在龙马的地方吗 完啦 找不到他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人是谁说要玩这游戏的 天哪 这个人会不会太阴险啊 这个人会不会太阴险啊 他应该不会有那么阴险吧 no no 完全没靠人哎 我觉得 该给提示了 呵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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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是谁 哦不是手把车 我在很高的地方 他在很高的地方 他在很高的地方 很高的地方 那边有一堆很高的地方哎 不会我全部都找过吧 没有看界纹色 都看不到 好 高处寻找 我们高处寻找啊 哦 有人要睡觉 先跟他说晚安 高处寻找 看一下我的视力好不好 有人说其实蛮明显的 嗯 嗯 嗯 太狠了吧 我也躲在这吧 在雷爪附近 在雷爪附近 天啊我完全在反方向哎 雷爪那边我刚刚 都看过啦 我刚刚都看过了 为什么没看到啊 雷爪附近 高点位 我记得我有上去过啊 怎么可能啊 乌龟岛外面围墙 怎么可能啊 我刚有看过啊 我刚有看过啊 哎 哦我好像没有到这个围墙看 嗯 这边都没看到 啊 完蛋 完蛋 我真的漏掉了啊 我真的漏掉了 完蛋了吧 什么可能啊 哈 这里面有可能吗 等一下 怎么可能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完蛋了 直接只剩一把 哎 找到你了 说马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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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躲在这 我是傻眼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在天空中 生的 完全 没看到 这次换你当鬼不开见闻 哈哈哈哈 有的要推荐好的点哎 走走走走 我跟着他走 嘿嘿嘿嘿 是不是懒得 懒得躲了啦 我们是看这个人 到底躲哪边 到底是哪边 到底是哪边 到了没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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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哈哈 这个可以耶 OK 开始 找到36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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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趣啊 这什么鬼地方啊 我想要躲在那个乌龜头 那边 很简单的位置 很简单的位置 但是他一定不会想去找那边 哎呀 说马哥还在这边 我们这有 诶 找到36分钟嘛 所以我们33分钟的时候提示 说马哥好像 他离我越来越近了 他渐渐的往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呵呵呵 这个地方啊 在空中是完全看不到的 你一定要到我这里 到这个围墙上面 往下看你才看得到我们 太狠了这个地方 欸欸欸欸欸 呵呵 你们这些人啊 銘 speaker Ready 銘鹌都快来了 你们干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他怎么过来了啊 銘鹌 Justine 哈哈哈哈 完了 他怎麼這麼剛好看到這啊 哎呦 竟然被蘇馬哥找到啦 好狠喔 這個抽果實呢 好像就抵消了耶 真的好像就抵消了耶 我剛剛找到他 他找到我就是互相抵消耶 這樣的話就不用給果實啦 而且剛好我現在好像也不能抽 我現在好像還不能抽 19分鐘 可惜了可惜了 這個躲貓貓遊戲 挺有意思的 這個多迷藏遊戲啊我們只限定在烏龜島 因為烏龜島比較多地方可以賭啊 其他地方我怕太容易就找到了 烏龜島夠大 夠大夠密集啊 夠多地方啊 這樣躲藏宅好玩啊 只是這個開不開有沒有開箭文社 真的是無法確定啊 如果我當鬼的話呢 我是絕對不會開的 錄影純正 絕對錄影純正 呵呵呵 可是在找的過程喔 真的是挺好笑的 我的天啊 真的是挺好笑的 呵呵呵 好啦我們今天的小遊戲 捉迷藏啊 就大功告成啊 就一個人玩一次啊 我跟蘇馬哥互相當鬼 互相當一次 來去找對方啊 嗯 確實挺好玩的 最主要是烏龜島啊 烏龜島有很多隱密的地方可以躲 到時候呢大家都去找一些這些點啊 找到這些點之後呢 就來玩做旅場遊戲 到底會找到幾個隱密的點 就讓我們盡情期待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啊 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影片的觀眾們 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按個喜歡 甚至甚至也可以分享給你們 其他的朋友們 最後不要忘記點選小鈴鐺 好那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囉 掰掰